修缮完成的暖期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换南一新已经和一年前墙壁斑驳又渗漏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去年8月基隆市议员曾宜芳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一起争取将近300万元的经费帮忙修缮 经过一年的时间日前修缮完成 暖期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特地邀请他们两位回来参加活动 也看看崭新的中心 刚刚从楼下看到楼上其实满满的感动 我们后面有一个非常标准的闲置空间 在这个用心的规划下木栈板上去以后整个感受都不同 让这个社会福利中心点缀了更活泼的一些样貌 然后到上去让亲子活动的空间漏水啊油漆啊等等的都做好 我想我们政府的资源就应该用在需要的地方 我想这样子的投资是对我们基隆市的小朋友也好 弱势家庭也好需要帮助的人也好 都是一个最好最棒的帮忙 我想我们市议会有共同的责任来协助市政府 把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社福单位都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未来这边可以成为基隆市的一个指标 同争取了将近三百万的经费来做整体的修缮外观 还有一些闲置空间的一个改善 那今天宜芳跟同志会议长到现场看了 真的建置的非常好 但其实还有一些闲置空间是可以再做更好的运用 所以宜芳未来也会再跟同志会议长一起来 共同在争取一些更多的经费来将这个暖气管建置的更好 来服务更多的基隆市民 两个人也分别写下对中心的期许 活化老旧建物空间使用 未在旧七堵区公所原址 属于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管辖的暖气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经过重新修缮后 也到现场参加活动的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芯 希望暖气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可以服务更多的民众 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周遭啊 发现到这个阿公好像迷路了 这个小朋友好像很难过 某一位小朋友好像肚子都吃不饱 如果你有发现到旁边的任何一个人 那你就要去跟谁说呢 好来我们这里 你看看前面穿蓝色衣服的姐姐站出来一下 就是我们的社工姐姐 议长同志伟和市议员曾宜芳也感谢社会处社工们 在各区不辞辛劳服务地方民众的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write 订阅 语讯 don't be a professional 好